好,那我就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是在开发这个Shotube的模拟程式的一些经验 OK,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要继续,然后我目前是一个WiFi的那个任体工程师 那因为我对数据计算其实还蛮有兴趣的,所以他会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 我开发数据软体的一些经验这样 那上面是我的那个Gihub跟这个Thinking,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好,那我这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Shotube 我相信这种东西,这个Shotube这个名字应该对大家会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 那Shotube它是一种实验仪器,那它最常用的领域就是在航态跟基础物理研究的领域里面 那它这个仪器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设计 就是它在那个管子的两边,那填入一个填入高压的气体或是物 那另外一边填入一个低压的东西 那中间用一个隔板把它隔开 那我们就把它把这个隔板抽掉或是把它戳破 那它就会产生,就是两个气体混合的瞬间,它就会产生一个震波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它这边就会产生一个震波,那中间会是一个接触面 那在后面的话会是一个expansion wave这样 那这边就可以看到说它的密度会是一个很特别阶梯状的这个现象这样 那这种东西的话,它就是用来研究就是说,因为震波它是一个极端,比较极端的物理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在研究这些物质在这些集中物理条件下的一些物理特性这样 ok,那这个是震波管的基础介绍这样 那我这边为什么会挑这个题目是因为,呃,one dimension的shutube problem 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它它其实是拥有解析节的,所以说那在有解析节的情况下 我们去做数据计算的逼近,我们就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可以去对答案 然后确定说我们算出来的答案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问题很常被用在这些数据计算做benchmark 的这种时候 ok,那任何话是我就是一些那个数学技术啊 那我们大家今天重点其实是软体啊,那数学技术我就不多讲这样子 ok,好啊,那作为一个工程师,那我们在一开始的话 工欲善其事必先立起起,我们要想一下说,诶,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ok,那我们遇到问题的话我们要怎么去除错这样子 那我这边大概稍微讲一下说我们可能写程式的时候一定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哦 那像这种,呃,memory踩坏就是memory就是踩坏掉啊,你的指标写错啊,或是我的记忆体的管理有问题 像同一个同一个记忆体被负义两次,或是我可能有设计一些 extension,然后就踩到,那程式就会挂掉这样子 那这几个问题的话,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特性嘛,那这个特性就是说,它程式一定都会停下来,那程式就会停在它挂掉的档下,那挂掉的时候,如果是linix的话,它就会, 也会有一些codump的file出来,那其实常见的方法的话,就是我们就是用gdb,然后挂上,挂上把这个那个codumpfile漏进来,然后我们就看说,哎,为什么我们程式会挂掉? 那其实多半这个时候,问题大概87%都已经解决了,因为你已经看到程式死掉了当下的样子,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就可以翻查 ok,或是更进阶的话可以用一些,像valent green这种图我去,在事前就先检查说,哎,我的记忆体有没有不小心操戒啊,或是等等的, 就是mary leak之类的那个情况,我们都可以用一些tool去卡,但是呢,这种东西,这种这些技巧,其实在数据计算的时候,其实是相对比较不管用的,对,因为数据计算其实蛮常会遇到,就是说,哎,像我这边就是,就是我程式在开发的时候,我有call写错,那我这个cfn就跑,就爆掉了,那其实,这个时候程式其实还是在跑,它还是可以在执行,但是呢,它算出来结果一定是gdb,就是完全不错, 完全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程式,它,它数字就是已经,拿的number这样子,所以说这种时候,程式其实是没有停下来的,那,你这时候很,就很难用传统方法去, 没错,那就是像传统方法,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就是像是gdb,或是加cordount去看,因为程式其实它没有停下来,而且再者这些,这些,这种solver解错的问题,其实蛮大一部分都是说,我里面的那个,那个数学式可能有错,或是数学式没错,但我自己写程式有时候被打错,对,那,这种时候其实就蛮尴尬的, 而且大部分的数值方法,其实蛮多都是属于用迭代的方式,你没办法在,就是事后才去检查,说,我什么时候炸掉,这样子,其实会花蛮多时间的啦,那这种时候,其实gdb这种方法就比较不管用,那其实,图像画的话是,人类最直接可以去,看出一组数据说,哎,它在哪边出问题,那这边也是我自己在,开发的时候, 其实,我,我在那个,这个,这个,这个好的结果的话,其实就是,它是数,它那个是,那个密度的,那个,density的那个profile,那实现的话是解析解,那它差的话是数据解,那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哎,好,正,正确结果的话,其实数据解析解析解析,应该是要贴在一起,对,那这边错的结果就是可以发现说,哎,我数据解析其实没有解错,但是我发现我的解析解,怎么看起来怪怪的,OK,那解析解不应该长这样子啊,那, 这边的话,我就后来去仔细检查一下我的code,然后才发现说,哎,我有一个预算值打错了,加把档减法这样子,那这个的话,其实你没,这种Case,其实你就很难透过GDB去,做错,对,这个时候通常是,就是把这些,solution data,自觉化印出来的话,会是一个最好的选择,OK,那这边可能就会有问说,哎,视觉化这东西,其实应该有蛮多, 软体有在做这些事情,像,我自己用过的大概就是paralview,或是tevla,但是呢,这些,使用这些软体的话呢,我再想一下说,哎,我们一开始在使用这软体啊,我们总是要花一些,时间啊,就是要花一些成本,那这些成本的话,可能是你的时间,study,怎么用它们的时间,然后或是,像刚刚提到tevla,它其实是要付费的,OK,那, 那,那我刚刚讲到,要研究的话,其实就,你就要变成说,哎,我要去看说,我要怎么用它,它有一些document,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些,这些visualization的data,哎,这些tool的话,其实他们都是需要,呃,我特定的输入的格式,那我就要特别去为他们做一些,对我整路讯件要做一些处理,然后,为进去,那其实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需要花时间去研究的, 对,那更不要提说,哎,我对我的这个,视觉化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需求,对,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不是写程式的这个事情上面,那假设呢,我们有,刚刚好会写一些程式啊,然后又搜一些视觉化library, 然后又有一些gy的概念的话,刚刚好我们就可以去,开发一个独立的,然后是会,就是这种,整合式的这种模拟器,ok,好,那,开发模拟器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一定要有个solver嘛,ok,那solver就是拿来做我们这些数值计算的解,解算啊,然后算出这些data,那第二个的话,因为视觉化,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视窗,那视窗的话,我们就需要一个g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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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g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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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我先从这个Solver开始讲 那 Solver的话我们这边是选择把Solver用C++去实作 OK 那为什么Solver用C++去实作 因为Solver的话其实它是一个 非常会有非常多计算的 东西在里面 那他会花掉蛮多时间就是计算的时候其实花很多 那C++其实大家 应该最知道最熟 熟知就是C++以Performance文明 OK那我们Solver的话其实 用C++写他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啊 因为他 这个 计算的速度上 会非常的 突出 OK但是呢C++其实他 伴随的 会有一些赛费 或是我们讲缺点 就是说 C++其实 开发起来他的 那个延展性的话可能相对比较 比较没那么好 对他的 因为他是强强新别的这种 语言的所以说他其实开发上会有一些些限制 OK然后再来就是比较 大重点就是 大家 很喜欢新加价应该没有人喜欢写新加价 对 新加价的缺点就是学习曲线非常的高 所以说 其实 嗯一般来说我们在做数字 是 做基础研究的人 比较少会去碰这种 学习曲线高的语言 他们值得把他们时间花在 这些 就是推导数学 对他们说是 价值比较高的 那个事情 这样 OK 好 那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 其实我们可以 引入这个 Python 那 相信大家应该都很喜欢写 Python OK Python的话相对于其家家他 更容易上手 然后其实我们做Polotype的时候 第一个想到语言 应该蛮 蛮多都会是Python 这样 但是那个Python其实他有一个很 致命的缺点 就是Python的计算的速度其实 是比较慢的 他Performance相对其家是非常差的 那 所以说这边的话其实你一个 Case 假设你一个Case用 Python要跑一个礼拜的话 那其实一个Case要跑一个礼拜 其实是 听起来好像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跑 那其实是非常 觉得这个Case其实就不好用 那如果我们用CCA去 写这个 这个Case的话其实他就可能 可以从一个礼拜变成一天 那其实这东西就可以 从一个 不是那么可用的东西变成 好棒棒可以用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Python这边 最大问题就是他速度慢 但是Python他拥有非常 强的那个 可做性 然后再来就是他 入门门槛低 那其实 这两者其实 优缺点是互补的 那 小孩才做选择全都要 所以说我们这边就可以把 就是sortle放在那个新加加码 那Python这边的话 我们就可以 Export一个 API 然后到Python这边 然后给使用者 去用这样 那我这边的话是 透过这个 Pymy11 然后去把 这个新加加这边的方式 Export到Python这边来 OK 那 其实数值计算这边会有蛮多这种 array的形式的data 像是 Mesh啊 网格啊 或是这些solutiondata 其实他们都会是 以array的 形式存在的 记忆体 而且他是非常 巨量的资料 OK 那所以说有这些资料的话 其实我们就需要一个 记忆体管理的 这个机制来handle这些东西 那同时我们也要去 把这些资料在 实际加加跟Python这两边去做share OK 那我们这边的话其实 在share这种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我们 要去注意的就是 千万不要去复制他们 因为去复制这些 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会花掉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那可能会比你计算时间好长 那这个是我们 不想看到的 OK 所以说 嗯 所以说这边的话我们就是 使用Elocate的技巧 我们完全不要去复制他 那我们把这些buffer呢 我们是放在这个 世界价这边去做 管理 那为什么会放在西加加 那因为 那大家都知道Python自己有 memory management的模组 那他就是会去控制这些 变数的生命走起 那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在Python其实 会有比较少的自由度 可以去控制这些 Buffer的生命走起 那在西加加就不一样 西加加你爱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 你想杀掉他就杀掉他 想变出来就变出来 所以说这边的话 我们就把 那个buffer的 控制权 全权放在西加加这边 那Python这边的话我们就透过Python11 去 wrapping到 numpy array 然后就提供给 Python去 做使用这样 那为什么是wrapping成numpy array 是因为 因为我们最终还是在做数据计算 那这些数据计算算出来的 变数据data 可以拿去做一些 处理 或是视觉化 或是做一些分析 那这些分析工具其实 在Python的生态上面会有蛮 蛮大的这种生态系 然后也很齐全 那我们就是取 C++的优势 就是计算速度快 然后再来就是Python这边的 社群的完整度 然后 还有 那个 library的 多样性 我们就可以 去 做我两者去做一个互 这样 OK 好啊 那 接下来就是 好 那这边的话就是 我讲GUI的部分 那GUI这边的话 我刚刚就是 东汉有提到说 我们选择使用这个 QT 作为这个 GUI的framework OK 那 为什么是用QT呢 因为我希望说 我的程式 可以在 Windows 然后 Mac OS 或者是Linux 这些等等的平台上面 也都可以一起使用 那QT的话 其实它 就是一个 大家 应该都蛮 就是如果 有用过GUI的话 其实蛮 蛮多都会知道 他是用西加加写的 服用过客 然后他支援这些平台 然后他 背后支持的 Render的API 其实 像 那个 Valken 然后 OpenGL 这些 他其实也都支援 所以说 他的支援度是非常广泛的 那我如果使用这个 QT的话 我就可以享受到他 这种跨平台的支援度 然后再来就是QT 其实 画出来的GUI 也比较漂亮 因为没想过要用Tico Tico画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较吵 对 OK 那所以说我这边就选择QT 那再来就是说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我们在Python这边有开 API出来 那 QT呢 官方 就有support Python这边的API 因为QT是CGAT写 那 官方这边的话他们 自己是有提供另外一组Library 然后去使用QT 那这个Library的话 Pythesis OK 那这个就是QT官方 support 所以说我们就 比较不需要去担心说 他会不会有什么相同性的问题 等等 类的 OK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 CGAT这边有 QT的 那个GUI的核心 那在这个 Python这边的话我们就是使用 Pythesis的 API去使用这个 那个 GUI的API OK OK 好 那 那我这边视觉的话的话呢 我是 选择使用这个 MatePlaLib 那 MatePlaLib 他 就是 如果 使用Python的话大家要画图第一个想到的 一定是MatePlaLib OK 那MatePlaLib的话其实 在 QT这边的资源 他也是远深就支援这个 那个 那个Pythesis的API所以说 我在使用MatePlaLib的时候其实就不需要去考虑说 我会不会画出来图跟 没办法在Pythesis上面使用 这样 那可以无痛衔接 那再来的话就是 假设我之后 有想要升级我的这个这个画图的 Library的话因为MatePlaLib其实是Python这边有很多 像BadWire 自动这些 Library的基础 我要衔接的话其实也很 很简单 OK 那再来的话可能会 之后 可能会有一些延展性的问题 像是我 接下来可能要画 比较 资料点比较多的 Solution data 就是我要画一些网格 那这些 这种资料点比较多的东西 就是 用MatePlaLib画出来的话有时候会比较慢 那我们这边的话因为QT他有 在习家这边也有东西可以 support 那我们就可以 比较hardcore的话我们可以直接用习家去画这些图 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这个 还不宜的架构的好处啦 就是我两边都是可以拿到好处 这样子 那 就是刚讲那么多之后大家应该会想看一下说 我最后 开发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是长什么样子 OK 好 那我这边的话就是这个是我最后开发出来的成果 那 我这边的话 是画出 就是Shotube里面最常见的六种物理量 就是 力度啊速度啊 压力 温度 内能然后还有一些 还有桑 那 这个话就是 我 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 那下面这边的话就是我这个 模拟器的这个 控制的方法 那 所以 这左边的话就是 按下去就可以开始跑 那 第二个的话其实就是 这个step那step的话用 这是step的话是一步一步去跑那为什么我要一步一步执行就是当我发现说 我的程式我的这个扣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要去 一步一步去执行 那我就看到说哎 我数字出现问题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那 就可以针对那个时间点去看说哎我的 逻辑是只有我的 数学或是我曾经是只有写错 或是逻辑造错 OK那这个就是step这个 按钮用意 那第三个话就是 暂停啊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 reset这样 就是把把这些data全部清掉重跑 OK 那 那上面的话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画图的一些控制 那 其实我这边只有做就是 这个图看起来不是很清楚 OK这个的话是safe 就是左边的话是safe 那右边的话是 等下我会讲layout 我可以切换这些layout 这些图片啊 或是要跟大家做一些报告 简报讨论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safe 然后把这些图片存下来 那 再来的话就是旁边这一个layout switch的这个 按钮 就是 嗯 像画这些图啊 不同物理量之间 它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那今天我假设我想要把它 叠在一起去看的话 那我就可以发现说 像这张图就是可以看到说 红色的话是 密度 那 蓝色的话是这个压力 那 这个 这叫做 tiffany 蓝 他就是 对 我有点色弱 我颜色其实不知道怎么描述 好他是tiffany 蓝 那 那 他是那个温度 那就可以看到说叠在一起就可以发现说 我们在接触面的时候 密度其实他是有 有点不一样 但是其实压力啊跟 压力他就是没有什么变化 那我们可以发现说这有些特性在这边 那 这个layout 换成这个layout用意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跌图 然后可以做一些额外的分析 那我旁边这边的话就是有 6个物理量可以让大家选 那我这边为什么去决定是三个不同的物理量 呃是因为 嗯超过三个的话我觉得 图片好像会有点拥挤 然后再来说 好像没有什么 需求会需要去比较到三个以上的这个变 变数 所以说我这边就是限制在三个 那我们就可以随意勾选 然后就可以或是只有你只要有一个 一个图片也是ok的 那我这边就可以去特别去做一些 就是客制化这样子 好啊 那 最后的话这边就是 嗯我有一些 有一些结论就是 数字化的 诶 视觉化这个东西其实在 数字分析里面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那不论是在 debug啊 或是我们分析我们责任性data 数字化其实都是 必要的 那再的话就是 自己自己写这个 自觉化的 整合型的这种模拟器的话 就是好最大好处就是 我可以花 哎我可以让 我的这个 客制化程度非常高 像我刚刚这些 模拟器的控制的选项的话其实在这些 呃跟这些visualize 传统common visualizer里面其实是做不到的 对 那再的话有时候就是读读文件 只是假设你如果你是一个熟练的 写程式的人的话 就是读这些文件时间 可能会比你 亲自来写这个程式时间还要久 ok好 那这是我今天演讲 谢谢 OK那我们谢谢俊绪 然后啊目前slider上面没有问题 然后让我这边有些问题想提交 就是 就是 你现在开发的这个software 用了Python用了4++ 对 那有没有 就是你听人说你同生两种语言吗 那有没有 开发过程有没有一些比较值得分享的debug经历 你说在这两种语言之间debug 或者是你特别 觉得难debug很难发现的bug也可以分享 很难发现bug 我觉得其实最难发现是那个就是我那个software 爆掉的 这个现象 因为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我到底是死在哪边 所以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检查说 诶我的 第三次只有打错啊 我的四次只有打错 然后最后其实就是一个预算只有打错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种 停不下来的 就是不会停下来的 对的地方有的 我花最后时间在software的地方有的 OK 然后 还有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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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对不起 对不起 你要忽略他 呵呵呵 呃 这呃应该说 呃以你现在开发这个问题的情境来说 他毕竟有一个解析节 对对对对对 有点像说我可以对答案 然后可以知道就是说 诶 3号 他就是 而且甚至是因为他是个数学问题 所以 呃有时候他蛮容易重现的那个过程 对 对可是如果你现在碰到一些素质疑传的问题 是存在一些随机的 意思就是说 他是因为因为随机的结果导致说我这次出现NNN 或者是出现不合理的值 对可是我要去我重跑一次就发现 诶这个NNN不见了 不见了 对那因为 毕竟我自己是做比较多的全能量 完全没有很长发现 诶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全年中出现NN 第二次全年中诶不见了 还找素质问题在哪里 对对其实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说是不是有几 有可能就是 你有没有想过就是 就是可以 就是说一旦 有点像GDP这样 就是说你卡一个 break point 就是像break point 你当 conditional break point 嗯 当出现NNN的时候就知道这一定不合理 对对那我就可以停下来 看程式当下到底状况 呃其实我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你当你程式变 已经变成NNN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是 一个很长时间的变化 然后最后你可能曾经写错 那一直乘一直乘一直乘 假设我乘法的话 一直乘一直乘 然后最后可能变成零 做一些出法运算 你其实卡到他变成NNN的档下 不一定是他 死亡的第一现场 所以其实就是你不是他第一第一个死亡的 所以其实可以 最后看到程式 撞完 其实我觉得结果是没有差 我觉得啦 对 那再来的话就是 随机性这个问题的话 这个我倒是没有想过 因为 呃至少我现在接触到这种这种 这种 可压缩流的模拟的话 如果没有问流问流的model的话 其实不会有这种随机性在里面 所以我就 目前还没有想过 有随机性的问题 谢谢 谢谢 我不是这样问你问你 跟你讲 相机不安 只是骰子游戏 然后像这样 我想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呃 虽然我们不处理随机性的问题 那在这种已经是 Deterministic的问题里面 说有时候 刚刚有讲到 后面出现错误的答案 中间可能有很多个凶手 对 那你抓这个抓了很久吗 对 真的你看到了很多个凶手 还造成这个问题吗 还是你最后可以拼碰到 一个地方 嗯 我觉得最后是可以拼碰到一个地方 蛮大一部分都是我 自己程式写错 对 这并不是有很多个问题 造成他错误 其实这是一个地方 对 造成错误 对然后衍生后面一些计算的结果 开始出现 无预期的结果 然后最后叠加起来就是 算出来答案是错 这样子 所以只是很难抓病毒 是说他的肯定很处杀 对 好那请问一下在场的听众 还有没有想问继续问题的 可以举手 我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你刚那个save是把图存下来对不对 对 那有没有想过把资料存下来 对啊 例如说甚至因为现在只有一尾吗 你可以其实可以把整个time series 都存下来 这样子可以整个过程 没有那么大 我可以再做一下 好谢谢 那都没问题的话 我们谢谢继续 谢谢 谢谢